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首先我大概介绍一下NRV和OPNRV里边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在NRV出现之前 我们一般是需要使用专门的一些硬件来创建一些application specific的一些网络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部署一个防火墙的服务的话 我们必须要安装专门的一些CPE的设备 然后去deliver这些防火墙的一个服务 但是对于NRV的model来说 我们只需要在Data Center里边安装NRV的server和NRV的软件 然后就可以使用软件去趁着这些service给客户 给用户 也就是说NRV的cloud 也就是说一个可以我们可以把它看得到一个是Data Center和能够用来部署 NRV service VNF的一个网络 然后NRV Cloud的一个好处是简单一键的 就是服务提供者可以不再使用专门的硬件 而使用软件就可以能够快速的roll out自己的新的一些service 一旦一个NRV的infrastructure能够到位的话 也就是说一个operator就可以随着自己客户规模的一个增加 然后添加新的service以及去scale整个Data Center 而客户本身也可以通过一些web 然后去访问和管理这些cloud的一些service NRV的技术的出现正在改变后 已经改变了网络或者通信方面的一些工业 为了加速NRV的技术的一个采用 然后Lens Foundation在14年的9月份 然后创建了一个新的开源的项目 也就是OPNRV OPNRV项目本身它可以创建一个 是用来创建一个reference的platform 然后来加速NRV技术的一个转化 与其他的开源项目相比较来说 OPNRV这个platform主要是一个集成的开源平台 然后它是通过DrawFocus在集成很多其他领域里面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OpenStack KVM等等 然后去针对NRV的一些环境去做大量的测试和部署 然后来加速新的NRV技术的或者产品的一些引入 也就是说OPNRV能够把服务的提供者 开发者和客户以及很多cloud的vendor 然后就连接在一起来加速NRV技术的一个开发和部署 在NRV领域是有很多的use case的 比如说VOIPNet等等 然后当然其中会有很多的use case是storage intensive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CDN 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 应该说是CDN应该说是无助不在的 在我们平时看一些网络的文章和看一些网络的视频等等 我们都离不开CDN的一些应用 CDN的使命应该就是说是尽量的缩短 在物理上缩短我们本身和内容服务器的一些物理上的距离 比如说为了达到这个使命的话 CDN的厂商一般都会尽量的在物理上 利用我们用户非常贴近的地方 然后会部署大量的一些case server 然后在这些case server上会存出一份内容的一个copy 然后这样的话就用来加速内容的访问 但是在OPMV的众多的项目中 目前来说到目前为止 OPMV的应该已经有超过50个的项目 里边在这些众多项目之中的话 只有一个与存储相关的项目 就是StorePoff 但是StorePoff这个项目也仅仅是与存储的 Promance的一个Benchmarking有关的 在这些项目之中并没有一个关于从功能的视角上去 去关注怎么去更好的利用存储这方面的一个项目 虽然是从OPMV的A release开始 Safe就已经是在官方的release里边 但是的话也只是说是Safe用来是作为被OPMV的各个installer 比如说Compass 比如Apex等等 这installer来进行安装和部署 也并没有去更多的关注怎么去用好Safe 怎么去Safe的一些 针对MPV场景里的话的Safe的一些性能的提升 也就是说 为了Match这个gap的话 我们也就认为OPMV里边是需要这样一个项目 来关注怎么去提升存储的性能 怎么去从功能的视角上去关注存储 OPMV里边的存储 因此的话我们和华为还有其他一些公司 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Stop-AV来专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Stop-AV这个项目的话 它能够基于两个项目 一个Safe 一个OpenSDS 能够基于这两个项目 提供一个存储的solution 然后这个solution也主要就是focus在 在NV领域里边 Storage Intensive的Use Case的一个 一个Storage的优化 Provence的优化 比如说IOProvence的一个提升 Stop-AV这个项目 当前的一些status的话 因为这个项目是从去年的9月份 正式被OPMV这个社区所接收 也就现在成为一个官方的 一个OPMV的一个项目 目前来说OPMV的在F Release 是它的第一个Release 在这个第一个Release里边的话 我们主要也就是做比较基础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把它集成到OPMV里边的一些install里边 当然目前来说 也刚刚在Compass的install里边集成完成 然后还有就是说把这里边主要的两个项目 比如说Safe和OpenSDS更好地提升在一起 对于但是对于SwapMV这个项目的一些 我们创建这个项目的一些本身的初衷 或者说Turbit来说的话 我们当然前面也提到主要是用它来想 想针对MV的一些具体的一些case 做一些Provence的一些提升 能够让Storage作为OPMV里边的一个 一个关键的 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 因为现在Storage在OPMV产品里边 电信很多领域应该说比较受 比较没有很存在感的一个角色 但是NV里边有很多Storage Intensive的 也叫这样一个case 当然目前我们 当然在OPMV里边主要上有项目 下有项目的一些开发模式 像作为Safe和OpenAdams 就是它的一些上项目 当然我们Safe里边的话 主要是在Safe和OpenAdams进行开发的 设计里边和StreamPad也进行开发的 也同时的话 我们会在Safe里边项目本身 来做专门的一些代码的一些开发 因为像我们大家知道Safe里边 一个feature的话 应该说是比较漫长的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一些工作的 或者正在做的 比如说里边一些client cache 像client cache里边 像Safe里边的话 现在虽然是在两年里边讨论也比较多 像client cache里边原来的话 我们是里边有想过采用 我明天自己的开展出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NVM memory drive library 里边主要针对persistent memory的一些一个库 这基于那个库 做一些object catcher的一些开发 然后当然我们公司另外一个组也做了一个 什么hyper的那个cache的一个中间层 也是在想对Safe里边的cache做一些 然后比如说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offlash的一个solution 这个应该也是最近可能比较多了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CDN里边 像包括现在传统的CDN厂商里边 一般也会有什么多级cache的一个使用 比如说那个memory SSD还有那个disk 三G cache的一个什么 但是这些在Safe里边很多也就是没有的 Safe里边目前也没有这样相当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也就是想在这些方面 一方面在Safe里边本身做一些 upstream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想在staffmv里边 把直接就是我们觉得已经测试 以及成熟的项目配置里边 facial扎到staffm里边去 应该是两边都在做 然后我们下面我大概介绍一下 Safe里边这个项目的一个architecture 对于我们Safe里边这个项目来说的话 它的一些使用的话主要有三个option 第一个option就是三道浪的 就是单单Safe里边这个项目 它做一个存储的一个项目本身 本身的话它可以在很多的一些use case上 单独使用并不一定非要和OpenStack 或者K8S给集成在一起 单独使用的一个情况下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Safe是OpenSDS的一个backend driver 然后OpenSDS的话 主要是做主要是control plan的一些工作 就是说可以使用用户可以使用OpenS 来进行一些数据的创建一些删除等等这样的一些control plan的一个工作 然后另外两个option的话 一个就是与OpenStack来集成 一个就是与K8S来集成 这两个的话 与这两个项目来集成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架构的话 接下来我王辉会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然后像这两个项目里边 像Safe里边我基本上因为大家对Safe比较清楚 我就不用再做一些Safe的介绍了 然后接下来王辉会对OpenSDS做一些比较很详细的一些技术原理 技术方面的一些介绍 然后最后会有个demo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让王辉进行 好 感谢乔伟的介绍 那大家下午好 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王辉 然后现在就在华为主要是负责OpenSDS的项目的设计和开发 还有那个生态的推广 下面的话就是由我来介绍一下下面的几个部分 如下部分我大约会从三方面进行介绍吧 第一个先给大家大致的介绍一下OpenSDS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然后会列举几个在OPMV现在适用的几个场景 最后的话会有一个简单的demo 首先OpenSDS这个项目 一句话概括来说 它是用于我们现在多云环境下面 异构存储的一个统一管理的场景 然后它右边的话我们是定义了一些专有名词 然后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因为实验员我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后面部分会提到 然后OpenSDS一个上下的一个架构吧 OpenSDS现在它有两个项目 一个叫Sushi还有一个叫HotPod Sushi的话Sushi这个项目的整个定位就是去对接北向的不同的云平台 然后HotPod它这个项目本身它也有两个组件 第一个是HotPod的Controller 它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中心化的一个统一管理的一个模块 然后南向是HotPod的Hub 它的作用是用来连接存储后端的服务 然后除此之外它还会提供一些像服务发现 然后资源实话 然后对于不同存储后端的一个配置 还有状态的更新 然后最后因为OpenSDS它是一个构构存储的管理框架 所以我们后端会有不同的Story Driver 就我们现在就这里列举出来的 比如说Cinder Ceph还有那个 还有一个Southfish Southfish如果大家不了解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Snear最近提出来一个关于存储管理的一个标准 然后OpenSDS社区现在呢 就是最开始OpenSDS是16年底在Lint基金会成立的 到现在有一年半时间 我们现在加入的成员 主要分为这几种 首先是存储的厂商 比如说Dell EMC Fishitsu 华为IBM 西数等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企业客户 比如说沃达峰 Yahoo Japan NTT 还有Toyota 最后的话还有一些像高校之类的组织 然后社区的组织架构 当前目前是成立了两个组织 第一个是叫TSC 就是我们常说的技术指导委员会 它的主要职责就是为OpenSDS社区的整个技术发展方向 来进行一个指导建议和决策 然后右边的话是我们 也是去年成立的一个叫中端用户指导委员会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加入的都是我们的企业客户 然后他们就会为我们提供他们各个行业 在云化过程中存储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就相当于OpenSDS可以拿到第一手的资料 然后说完那个OpenSDS介绍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赛夫的这个峰会 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OpenSDS对赛夫的一些价值 首先我觉得赛夫现在在国内包括在全世界都特别的流行 而且它的性能包括大体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从控制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做 比如第一点的话就是像这种策略驱动的一个编排 然后主要是用于这种数据的发放和资源的管理 然后在OpenSDS里面我们定义了一个资源的名称叫profile 就是它这里面就是相当于是暴露给用户的 你的下面存储资源的一些能力 就比如说我下面我需要一个券 那这个券我最大可以申请多大 然后我的performance相关的一些衡量 然后就是我的那个高可用 然后数据保护相关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像网络安全 还有一些全线的共享等等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也还会去做一些定制化的profile 就比如说在数据复制方面 我们应该可以给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profile 在数据迁移还有像数据的保护等等 这样的话就是你不同的行业的用户 你可以去针对性的选择你想使用的这种服务 然后第二个我们觉得就可以优化的地方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对OpenStack了不了解 就是觉得OpenStack和Kubernetes 就他们现在在存储方面的接口 其实都是这种屏蔽下边存储的一个 一个私有特性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希望你上方上来都是一个统一的接口 那这就导致说我们后端的一些存储 包括像企业存储 像现在这就是SIF的一些高级能力 其实你是很难说通过我们这个 就是传统的这种软件定义 软件定义程度控制器去上报到云平台 那OpenStack我们想做的就是 我们想做这种你针对后端不同的差异 然后让它区别化的去对待 这里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会把你的高级能力 都给你上报上来 这样的话用户可以就是无差别的使用到 然后针对SIF的话 我们现在做了就正在做了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想对SIF的你的部署 然后你的配置就像Crash Map 像那个像OSD的一些部署的问题 去进行一个简化 然后右边的话大家看这个图 是我画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架构图 就是用户在北向去输入一个模板 这里的话会就是主要是以资源池的这种力度来描述 描述说你的池子的一些特性 然后一些包括一个部署方式 那输到这个OpenStateInstaller里面以后 这个模块就会帮你把后端的这个SIF机群 给你自动的给你拉起来 然后会针对你的这些输入的这个模板 进行一个自动化的配置 关于这个方案的话 后面那个demo就主要是针对这个讲的 然后就刚才说了一下就是OpenSS的价值 那就怎么去用OpenSS 因为你真正放到那个企业环境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云民形态来去调用它 那我这里就主要列举了两个场景 一个是OpenStack还有一个是Kubernetes OpenStack我们现在的进程方案是 大家可以看右边那个图 对就是大家的右边 右边那张图 就是我们会在OpenSS和OpenStack的部分组件之间 去增加一个叫Sender Compatible API的组件 它就是一个很薄的一层的adapter 然后这个模块的功能就是会把OpenStack和Sender的语意 就是拿block举例的话 就是把Sender的语意去转换成OpenSDS的API 通过这种对接的话 我们就可以无缝地去接入到OpenStack环境里面去 那除此之外 对于OpenSS的影响 它就需要满足以下的几点吧 第一个就是Kistone的集成 因为OpenStack整个是用Kistone进行认证和健全的 所以OpenSS必须要支持Kistone 当然我们现在也已经支持了 然后第二点是需要支持Glance 就是我们在对一些Image的Upload和创建的时候 会需要去对接Glance 最后的话是 就是最近由Red Hat 他们提出来一个POC的实现 叫Sender Driver Lib 就是他把现有的Sender的南向的Driver 全部提取出来了 就做了一个公用的库 就是他想 这个项目意图就是说 我现在OpenStack组件的生态 可以被非OpenStack社区的一些其他项目进行使用 你就可以直接用 那我们现在也在尝试去通过OpenSS的南向 去对接这个Sender Driver Lib 这样的话 就是你原先支持Sender的这些村主后端 都可以对接到OpenSS上面去 然后第二个场景的话就是我们对Kubernetes的支持 这里在这个方案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 其实会有一些比较陌生的一些项目 我首先先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叫CSI 就是Container Storage Interface 这个是最近就有 有几个大的容器的 容器的平台 比如Docker Messos和Kubernetes 他们一块提出来的 用于容器存储的一个标准 那他这个标准 他想做的就是会 你通过这个标准 可以让不同的这种存储厂商 你开发一套标准 就可以对接不同的平台 就是提供一个容器存储的标准化 那OpenSS的话 它也是DP去支持 这个CSI的一个存储的控制器 第二个项目的话 大家可以看最右边的虚线的栏框 叫Kubernetes Service Catalog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 是Kubernetes现在的一个复化项目 也是最火的一个复化项目 它的定位就是会去完成 Kubernetes和实现OSB API项目的 一些Service Broker的对接 那在它的这个项目里边 其实有四种的资源描述 第一个是叫Broker 第二个是Service Class 就是我们常理解的那个服务等级 第三个叫Instance 服务实力 最后一个Service Binding 你可以叫它是服务保隽 也可以叫它是服务凭证 最后一个项目是叫Service Broker 然后这个Service Broker 主要是由从OSB API这个项目里边 引申拿就是它那个标准的一个参考实现 叫南向的参考实现 就是提前这里就简单说一句话 说一下OSB API 就这个项目的话是Cloud Foundry 提出来的一个用于 用于现在云化环境下面 云服务的统一管理的一个标准 那我这边后面就快点说一下 然后这个简单的方案的话 就是我们会OpenCIS会通过 会通过CSI会去对接到Kubernetes 然后完成就是这种存储资源的 存储资源基本的管理功能 但是针对一些特地一些高级功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像Replication 然后Migration和LifeCircle这些能力 你是通过传统的这种CSI的方案 是没法对接的 因为它不支持 那我们就想通过这个Kubernetes Service Catalog 可以把它以服务的形式 暴露给Kubernetes的用户 这样的话你Kubernetes的用户 就可以无差别使用到 底下的这些高级能力 最后我就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Demo 就是我怎么OpenCIS可以自动化部署CIF 和对它进行自动化的一个配置 我们这里的话就主要用了Kubernetes一点 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得清吗 那见证的话那我视频就不展示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可以会后再进行讨论 看大家有没有 我这边的这边的演讲就到这里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